大家好我是小鹅 欢迎大家观看Qt入门视频教程第49节 这一节我们来学习Qt定时器的使用Qtimer 首先还是来看一下Qt的帮助文档 找到关于Qtimer它的介绍 我们来看一下帮助文档的介绍 这里要详细描述 然后Qtimer提供了一个重复或者是单次的一个计时 然后呢我们怎么来使用它呢 这里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首先呢创建一个Qtimer 然后把它的timeout这个信号和我们的一个适当的一个朝暗数连接起来 最后呢我们再来调用start 然后启动这个定时器 最后呢这个定时器呢就会在固定的时间间隔内 然后发出timeout这么一个信号 这里呢就是一个关于Qtimer的一个简单的使用的一段小代码 这个呢是重复触发 然后在一秒内每隔一秒 然后出发发出一个timeout这么一个信号 然后呢它就会来触发我们的朝函数update 每秒执行一次下面这个呢是200毫秒执行 发出一个信号来执行我们的updatecaption这么一个朝函数 但是呢这个和上面这个是有区别的上面呢是重复执行 然后下面呢是只执行一次也就这里所说的提供一个重复和单次 的一个timer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个小的应用程序 这是我已经写好的一个 然后运行一下 首先看界面这里呢有两个空间 然后用来显示时间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左边呢是每隔两秒更新一次时间 右边呢是每隔一秒更新一次时间 这呢就是我提供了两个timer两个定时器 左边呢两秒 执行一次 右边呢 右边的定时器呢一秒执行一次 然后有一个stop stop这么一个按钮 然后我点击它这个定时器呢就会被暂停 再次点击呢定时器就会被触发 然后又开始定时 左边呢也同样的道理 点击stop 然后定时器停止 再次计时 再次点击呢这个定时器呢又开始计时 这个时候呢救命的时间呢就不断的刷新 这呢就是qtimer的一个应用 然后我们就来自己动手写一下 这一个小的应用程序 代码量呢不多 就几十行 首先呢还是打开集成开发环境 qt crater 新建工程 新建一个具有UI的我们拖空间 就叫timer test test 积累选择qvidget 类名就是mytimer 现在工程已经 充建好了 然后呢就是拖空间布局 我们需要两个显示时间了 al cd number 这个呢显示时间的话 好看一点 比较漂亮 其实呢用label也可以 但是没有这个好看 再来用个label 再来两个按钮用于暂停和开始计数器 修改一下文本 这个呢就叫timer1 这个是timer2 这个呢是 首先呢是开始吧 就叫start start 这个呢也是start 然后就来简单的布格局 smicer 水平布局 再将左边的垂直布局 再将左边的垂直布局 右边的也垂直布局 最后呢再来一个水平布局 这样呢这个界面的话 就已经完成它布局 然后呢添加两个按钮的潮按数 这里要直接转到潮 快一点 对样的话 比较快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重点qtimer 把qtimer这个cool文件加进来 定一两个timer 定一两个timer 成员核数加前缀 timer1 然后qtimer timer2 把这两个timer 烤到这里来 然后6 timer6出来 然后呢就是和我们的 潮汉数绑定 潮汉数呢就是 用来更新界面两个lcd number 这个空间的时间的 那我们这里加两个潮汉数 update lcd number lcd number 1 这是 timer1的潮汉数 响应的潮汉数 timer2 转到潮 不是这里是天价定义 说错了 然后就是将timer的信号 timer那有 有一个single叫 叫什么呢 这里为什么没有弹出来 这里为什么没有弹出来 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 timer1的潮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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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小区 才导致 它自动提示 没有弹出来 这个time呢 把它溜出来了 然后 还是没有出来 那我来 找一下 烤过去 这里要换成自己的朝暗数 这里我们叫onupdate timer1 然后呢 再来第二个拷贝一下 这里是第二个 然后呢 还有一点就是这一个这个叫什么 alcd numberqlcd number 设置一下它显示的支付的位数 个数 叫cd digit count 我们给它设置为8 为什么呢 待会讲一下 然后呢 再来 这里肯定有问题就是说为什么 没有弹出这种提示 看一下 看一下它说什么 没有找到qtimer 难道我这个不是指针吗 哦 这里果然写出了 这里6也写掉了 OK 现在来设置一下 cd timer 看一下这个函数 然后讲一下qtimer type有三种类型 也就是精度的差别 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 是pre precise timer 这个呢 是保持 让timer保持 毫秒级的 这么一个精度 然后呢 course timer 这个呢 就是比较精度 稍微低一点 最后一个呢 very course timer 这个呢 精度是最低的 大家呢 大家呢 可以根据这个需求来选择 这里呢 我就选一个高精度的吧 两个都设置一下timer type 然后还需要做什么呢 在这个里面 我们要 要来获取当机的时间 那叫qtime 点current qtime 啊 不是qtimer 是qtime 好 先把头文件加进来 qtime 这个呢 是 获取当前的时间 叫current time toStream 然后把它 获取的时间呢 是一个qtime的类型 然后呢 我们把它转成qtime 再定一个变量 字符串 就叫time str 然后呢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toStream 这么一个叫qtime toStream 然后设置一下它格式 10分秒 我们这里选择 toStream 给它加参数 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把这里呢 digit count 设置为8 来数一下吧 2 4 6 然后两个分号 刚好8个 接下来呢 就是将它这个时间设置到 lcd number上面去 好像有个display 没有 叫什么sata text吗 也没有 display那就 对 display 然后把这个字符串放上去 这样呢 这一个 就已经 最第一个参数就已经写好了 然后写第二个 拷贝一下 这里呢 改成 第二个显示时间的空间 然后接下来就是来 写 按钮了 首先呢 我们获取timer状态 有两个timer 这呢 是管第一个按钮 好像有一个接口叫is active 如果当起了timer是有效的话 就活动了 那么呢 我们就把它暂停 stop 暂停了 然后再把 再设置一下按钮的名字吧 显示文字 现在是暂停 就给它显示start 然后让用户来启动 否则的话 我们就开始把这个dc启动 2秒 执行一次 然后再来设置一下文本 cata text 我们呢 就stop 这样呢 我们就来验证一下第一个定识器和第一个按钮 看看是否有效 这样start 这样start 第一个定识器有效 然后这里是timer2 绑定错了 再来写第二个常数 按钮 按钮2 还是把这个文字拷贝下来 改一下 来判断定时期2的 当然这里也是push button2 这样呢 这样呢 这个就已经写完了所有的代码 运行一下 然后我现在这里呢 两个qlcd number空间来显示 时间 第一个timer 按钮 按钮 我点击它 然后现在是启动了定识器1 2秒 执行一次 也就是说2秒 发出一个timeout 这么一个信号 然后呢 就让它去触发我的第一个常按数 update lcd number1 现在我再来启动第二个定识器 然后呢 它是1秒 执行一次 好 这里没有改过来 这是呢 是第2个定识器 我把它形成1秒 执行一次 重新来 现在的第一个定识器是 2秒发出一个timeout的信号 第2个定识器呢 是1秒发出一个timeout的信号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这是2秒2秒的变化 这边呢 是1秒1秒的变化 然后呢 可以停止它 这呢就是 重复的定识器 也就是循环不断执行的一个 不断计时 然后发出信号 自信超按数 然后还有一个呢 刚刚 在qtimer的帮助文档里面也看见了 有一个单次执行的一个定识器 这个呢 叫single shot 也就是单次出发 这样呢 就是一个时间 多少 也就是程序 多久 定时多久 然后呢 那就是信号的接触者 这是超按数 我们来 用一下 比如说我这里就想 程序在启动之后 5秒 这里呢 单位是毫秒 所以是5000 然后呢 this 然后呢 slot 执行一个超按数 qit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qit找不到 这里不用 this 我用a 然后运行下程序 可以看见程序 起来5秒之后 好了 程序现在就自动退出了 如何 证明它是 5秒退出的呢 现在我们 把这两个定识器都启动 默认的话是 定时期二吧 这个是一秒执行一次的 start 然后是 一秒执行一次 程序启动 然后可以看见 这边开始计时 大概呢5秒之后 这个程序呢 就退出了 这里呢 就 讲了 关于qtimer 它的一个 简单的使用 主要就是一个重复执行 一个单执行一次 升个笑他 然后呢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精度 course timer 这个呢就是timer type 三种类型 也就提供三种不同的一个 第四季的精度 我们把它放到这里 做个笔记吧 相当于 然后呢 还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大概就 再把 升个笑他这个也拿过来 笔记 这就是 这一节呢 就主要呢 就讲了qtimer的一个简单的使用 谢谢大家观看